几名残暴的劫匪冲进房间 准备拿回望在这的两万五千枚黄金戒指 但他们可没想到 这两位老太太可不是凡人呢 一通骚操作下来 这几位全都成了待宰的羔羊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西班牙的恐怖喜剧片《苏真巫女》 伪装成耶稣基督的男主及其团伙成员乔装打扮 正准备抢劫一家金店 由于前妻加班孩子没人照顾 男主还把自己的儿子带在了身边 男主和绿帽哥冲进金店 砰砰几枪先把场子给镇住 儿子小郑泰青出于蓝 跟男主配合的非常默契 团伙成员之一的海绵宝宝 由于操之过急 不幸被赶来的警察打上了马蜂窝了 现场顿时一片大乱 男主和绿帽哥抱着儿子撒腿就跑 本来他们打算乘坐绿帽哥的车逃离现场 可没想到绿帽哥的女朋友把车给开走了 两人没办法 只好临时劫持了一辆出租车苍旺逃窜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可把乘客胡子大叔给吓坏了 他强烈要求马上下车 但是被男主给拒绝了 这时候男主的前妻打来了电话 小郑泰说自己刚和老爸抢劫了金店 作业还没来得及做呢 此时正在被警察追捕 敌果双方经过激烈的枪战和追逐 男主和绿帽哥在出租车司机的配合下顺利逃脱了 绿帽哥虽然常年违法乱纪 但对于男主带着儿子一起抢劫这件事 还是比较痛心的 他严厉的谴责了男主的这一行为 警方很快联系上了男主的前妻 但遗憾的是 离婚后前妻把男主所有的招牌都剪掉了 因此警方也不知道男主长什么样 当男主的前妻在监控录像上看到自己的儿子之后 当时就气碰了 由于乘客胡子大叔在车上不停的碎碎念 男主和绿帽哥直接把他扔进了后备箱了 男主经过慎重的考虑 决定带着儿子前往法国避风头 常年生活在最底层 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出租车司机 非常欣赏男主的抢劫行为 因此这位大叔决定跟男主同舟共济闯出一番新的天敌 在警车的追击下 刺激大叔也豁出去了 利用自己高超的驾驶技术很快就摆脱了警察的纠缠 前期利用手机定位发现了男主目前所在的位置 于是开着车在后面拼命的追赶 男主等人晚上来到了老巫婆开的黑店 这间黑店和金香玉的龙门客栈孙二娘的包子铺一个性质 主要的食材都来自于过路的客人 因此男主等人的到来马上就被老巫婆给盯上了 司机大叔平时喜欢看一些关于未解之谜的书籍 当老巫婆告诉他们前面就是苏震后 司机大叔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因为根据他的了解 苏震是一个巫女经常出没的地方 或者更准确的说就是巫女们的大本营 进入苏震之后 司机大叔再也不敢往前开了 说这个镇子被诅咒了 那些巫女每天晚上都有机会 男主警告司机大叔不要谣言惑众 要相信科学 几个人开车继续往前走 这时候前方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满脑子都是巫女的司机大叔 一不留神就撞上了前面的那个人 大家伙下车一看全愣住 被撞的人居然是餐馆老巫婆 老巫婆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串钥匙一个小布包 司机大叔说他肯定就是巫女 不然怎么可能出现在咱的前面 好奇的男主打开小布包 一股邪恶的气体窜了出来 把几个人呛了只咳嗽 等他们回过神 老巫婆居然神奇万的消失了 小政台说自己看得清清楚楚 老巫婆刚才飞走了 几个人提心吊胆的继续赶路 很快便进入到了苏镇 这时候前方不远处又出现了一个人影 停车之后 我们的女主卡门大妈把脸挫到了男主的面前 卡门大妈问男主刚才在路上 有没有见到一个老太太 那是她慈祥的母亲 车里的人一个个头摇的跟布朗古似的 都声称从来没有见过 卡门大妈显然是有备而来 让男主等人顺路把自己送回家 卡门大妈的家很像是一个古老的城堡 阴森恐怖 一看就是一个不祥之地 小正太一下车就跑没影了 本来男主等人打算离开 这时候卡门大妈那位性感美丽的女儿 小巫女骑着摩托车回来了 绿帽哥的眼睛当时就直了 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 男主等人只好进入到了古宝 小巫女对男主是一见钟情啊 直勾勾的盯着男主不停的看 当男主等人进入到一个房间后 看到小正太已经被老妇婆拖了个金光 再晚一步就被烧死 看来此地不可久留啊 男主等人急忙跑出城堡 开着车仨子又撩啊 眼瞅着到了边境线 男主突然想起装金戒指的提包 望在了卡门大妈的家里 没办法 他们只好开着车又返回了古宝 为了不打草惊蛇 男主和绿帽哥悄悄地溜了进去 但他们的行踪 还是被老巫婆和卡门大妈娘俩给发现了 两人一看暴露了 干脆把枪掏了出来 老巫婆急忙装上了铁纸杠牙 劫匪和女巫之间的大战开始了 虽然男主和绿帽哥有枪在手 但跟有超能力的女巫比起来 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司机大叔和小正太 正在车里交机等待的时候 小巫女突然跳到了车底 虽然是老司机 但司机大叔的魂早就给吓飞了 慌乱之中一头就装树了 男主和绿帽哥提着波玩命地逃窜 可刚跑到门口 就被老巫婆娘俩给追上了 男主等人被捆绑在了宴会大厅的椅子上 卡门大妈正在房地上打电话 通知巫女们来家里响应大餐 很快小巫女的七大姑八大姨 街坊四邻全都到了 小正太幸运地逃了出去 她站在马路中间拦车求助 被刚好突经此地的老巫婆夫妻给活捉了 老巫婆夫妻拉着小正太往家走 又刚好被小正太的老妈也看见了 一路跟踪男主前妻的两名警察也不敢怠慢 急忙悄悄地跟了过去 三拨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古堡 男主的前妻其实早就知道 这两名废柴警察在跟踪自己 为了营救自己的儿子 男主的前妻和两名警察一起进入到了古堡 宴会上作为大姐大的卡门大妈 发表了激情四射的演讲 原来巫女们的领袖巫母 一直被人类的先知压在地底下 几个世纪以来 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救世主的出现 这个救世主首先必须是个孩子 这个孩子被巫母生吞下去之后 会在巫母的腹中重生 之前他们用几十个孩子进行了尝试 但那些孩子都不是他们等待的救世主 他们决定用小正太再试一次 男主的前妻和两名废柴警察 正在屋顶上偷看的时候 由于年久失秋 房顶哭叉一下就掉了下来 接起来现场就全乱了套 这些巫女们一个个法力高强 把男主等人的鞋都碾掉 一直基于男主美色的小巫女 为了自己的男神决定反水 他给男主指明了逃跑的路线 希望和男主一起自奔 然后找一个鸟不拉屎的地儿 过幸福的小日子 虽然男主为了逃生 想把小巫女给忽悠住 但他虚伪的表达被小巫女试破了 反手一个大嘴巴 就把男主从楼上抽到了楼下 男主顺着壁炉上的破洞 钻进了一个地道 竟意外的遇到了小巫女的弟 这位弟弟由于调皮捣蛋 被卡门大妈囚禁在了这里 为了召唤救世主 卡门大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绿帽哥 司机大叔和两个废柴警察 作为祭品被绑在了架子上 等待着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巫女们全都是女权主义者 认为上帝其实是个女人 这个世界就应该被女人统治 仪式正式开始了 已经被巫女精神控制的男主的前妻 抱着小正太走上了祭坛 卡门大妈腾空而起 下面的巫女们张牙舞爪 几乎癫狂 巫母终于出来了 一口就把小正太吞进了肚子里 然后小正太顺着巫母的肠道 花了出来 经过这个仪式之后 小正太被认定为是巫女们的圣童 这个世界很快将会被女人所统治 但男主和小巫女弟弟的出现 把巫母给惹毛了 巫母首先吃了小巫女的弟弟 然后又打算把男主给嚼巴了 男主岂肯做一代毙 小巫女更是不答应 为了自己的欣赏人 愣是把巫母给打跑了 卡门大妈一看形势不对 抱着小正太就打算离开 小巫女上去就跟自己的老妈掐了起来 并很快把卡门大妈给揍晕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巫女大意灭亲的行为 终于符合了男主的心 巫女们一看大姐大被揍成这样可不干了 乌泱乌泱的开始追杀这帮人 影片的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双方话干戈为玉伯 居然成了一家人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吧 爱情虽然很神圣 来时头脑要冷静 现在片子实在多